在入门里面有个叫什么 新店的那个 实价登录 刚好我们讲到实价登录 就同学回去 真的去找那个内政部的 实价登录网站上面 那也真的下载了 刚好这个其实这个资料 真的也可以拿来用 因为可能他也想要买新店的房子 所以想要先做点功课 OK那实价登录 当然是官方的 而且因为这有法令规定 好像是那个只要是代出在交易的时候 一定要主动登记 如果你没有登记他会罚款 所以基本上那两个成交的金额 应该是还蛮有这个可参考性 所以这里面当然他这地方 把这个档案如果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那他同学问的问题是 因为他要做一个批次 可能应该是批次筛选吧 那这个批次筛选之前 他当然会先希望做一个清单 可是清单不像我们那个刚刚直接可以做什么 做那个移除重复就好了 他是希望什么原始资料是这样子 有那个有路 有像 有弄有号 有这么多资料 然后他希望他做出来结果变这样 可是他希望做到的是什么什么路吧 可能就是哪一条路哪一条街 然后有几段 所以呢我后来我问他说是不是先 他的逻辑是这样 如果这个字串里面有段的话 先把什么段 哪一个开头到段先切出来 如果里面有路的话呢 就先把路切出来 如果没有段又没有路 那就是把接给切出来 他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吧 那可是问题 如果要用什么方式可以完成呢 当然的里面 最好可以一键完成 你可以用VBA写嘛 对不对 我刚刚讲嘛一副 第一个逻辑是断 如果没有断再去找什么呢 找那个路 如果没有路那就是把我接 如果都没有的话呢 那就空白还是怎么样 诸如此类啦 或者找像之类的 反正应该都有看一下 里面几乎都有 所以像这样的逻辑 我在前一个阶段入门班 特别强调就是 前一个阶段讲比较多函数 这阶段是直接都讲VBA的 因为前一个阶段是有个过渡 就是很多同学对函数比较没有问题 只是说进阶函数还是不太会用 所以我们前一个阶段的课程 强调的是 进阶或高阶函数的综合应用 再跳到VBA的这个过程 OK 那当然如果有时间的同学可以想想看 这个也是活用题 就是要不你先用 如果你不会写VBA没关系 你可以先用什么 用那个if的逻辑嘛 所以第一个你要判断什么 其实这个地方因为会先判断断 所以你要用找找断 所以也许你可以怎么做呢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一次做不出来没关系 你可以分阶段做 怎么分阶段 你可以先什么 在上面先第一阶段找断 有没有 第二阶段找路 再来找什么 找阶嘛 最后呢 就是位置 就是那个字的位置 最后的话那个字串 你一次做不出来没关系嘛 你可以分五个阶段做嘛 然后最后留下字串就好了 那怎么样找断 你可以用什么呢 插入函数里面的文字函数 里面有个什么呢 有个φ函数吧 对应该各位有用过这个φ函数 找什么呢 我要找一个断 有没有这个断 OK 然后呢 在哪里找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有没有 如果没有他会value错误 OK 那找路的话呢 基本上 你把他拉过来好了 这公司机会一样 只是这个位置 改回 这个 这边把他改成路 打错了 路 这些全 OK 好 有没有路 有找到了 所以这个没有找 那后面的就不用找了 那这个的话呢 再来就找什么 找阶 把这边改成阶 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 那就找这个阶 OK 有没有 那如果没有 那就没有阶 如果像这个是 这个没有 这个也没有 那就找阶 那阶的话呢 第几个字 第四个字 最后呢 我们就知道 哪个位置嘛 OK 最后的位置 第四个 字串的话呢 用left 怎么样 把它切前面四个 比较好的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 实际上位置在哪里 所以你要插入函数呢 用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是 如果这里面是value错误的话 OK 那就怎么样呢 换下一个 如果还是value错误的话 再换下一个 对不对 OK 如果当然呢 如果它不是value错误 那就怎么样 像这个5 就直接抓到断了嘛 所以它是没有错误就抓后一个 如果没有错误就先抓它 如果有错误就抓后一个 有错误再抓后面一个 OK 这个逻辑应该有啦 那只是说要怎么样把那个逻辑做出来 这里的话提示一下 你可以用什么 if 加isl 有个叫isl的函数 isl是判断什么 除春歌里面是不是错误 这个叫做l 只要仅字号开头 仅value 仅na 仅ra 仅开头的都是 所谓的那个错误啦 就是error的 那这个仅的话是sharp 指的是number 号码 哪一个 哪一种错误啦 就是 有点像是那个 error的message 告诉你一下 然后呢 怎么样用 找出它的实际上位置 如果找到位置之后 再用什么 用那个labs 就可以把它切出来了 那不就是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吗 当然你全部假设五个步骤 先做出来 如果你要一气呵成可不可以啦 如果当然看客人啦 你最后可以把它隐藏起来比较好了 反正就最后的结果 那当然如果这个逻辑通的话 有没有办法把它写成VBA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是觉得你在excel部分 不管是函数 不管VBA 以后呢 看到什么问题 你都难不倒你 ok 那这个是一种训练啦 以后的话工作里面 本来就是需要 把这些问题解出来 如果你不会把这个问题解出来 那麻烦了 你可能要土法链钢了 ok 那实际上登录 那就不用 那就要找就不容易 所以你把那个清单找到之后的话 在这里当然你就会有一个什么 有个清单 那也可以利用我们刚刚写完的 直接做一个批次的筛选 那很快的也可以怎么样 把你要找的全部都列出来了 ok 有没有 那就很快的就可以得到我们样的结果 所以这一题请各位试一下 也许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那就可以再额外的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 其他补充范例 这边其他补充范例的入门 入门里面的话 你们找一下 如果才找不到 你可以上次修改时间吧 你可以把它按照上次修改时间排序一下吧 新店实际上登录这个范例 那这个是我刚刚放上去的那个列挤档 可以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刚刚放下来的那个列挤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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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很想让它 tram红了 我刚刚放下来的那个列挤档